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家的声音论 我是YP 我现在是在西班牙瓦伦西亚的老城区的一条 很小很小的这种老街上 开着一台我们的中国车 零跑T03 我这两天一直开着它 在这个漂亮的老城区里面转悠 特别适合走这种路况 而且我开的这台 是零跑在欧洲正式销售的欧版车型 你看我们车牌都是一个意大利的车牌 很爽的感觉 很特别的感觉 在这里开着中国车 走在这种欧洲的老街上 也是非常有意义 因为我们中国的电车将要进军欧洲市场 其中零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支新的力量 而瓦伦西亚这个地方 其实对于零跑来讲 也是特别有意义的 这个意义 你让我一个人讲 我还不一定能说得透彻 所以今天我要邀请一位 最能讲出零跑故事的人 是谁呢 就是零跑的创始人 CEO一把手 朱江明 朱总 我的好朋友 我已经跟他约好了 就在老城区的喷水池广场这里见面 应该拐弯就能看到他了 我们接上他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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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这个喷水池广场 你应该以前也来过 对 这是我第二次来瓦伦西亚 对 是吧 西班牙确实历史也悠久 而且保护得很好 您之前是来自己玩是吧 对 我们是几个朋友一起来旅游 对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都是徒步走路 对 因为它这个城区中心位置并不大 有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开着小车 在这里转 那没有 这个路我带你转一转这个城 我这两天就开着我们这台T03 在这个小城里面转 我发现在这个路真的是 这个车再大个几厘米都嫌大 西班牙已经算大了 车稍微就是更接近中国一点 那你去看意大利那个是才真叫 这个全部是Smart 类似于那么大小的 对 那法国呢略大一点就是 它那个叫在当地叫B系列 西班牙呢还有一些C系列 B系列和C系列 这个类似于就是中国的A级和A0级 所以你都已经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了 那是 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整个欧洲市场 也已经就是有100多个晚点了 但是这种小路你看嘛 就真的是只能开T03 对 而且都只能够一个开 哈哈哈哈 所以我这两天开这个车就很爽 我觉得跟外面这个环境也很融合 而且我发现这台车就这个T03 虽然在我们国内已经有几年了 我开着它在这里回头率还挺高 空间也很好 空间可能比他们自己那些 要好 Fiat 500啊 Smart那种车都要大 又是纯电的小车 续航又长 这车我开了三天了 绕着城东南西北都去过了 现在还有三分之二的续航 因为在欧洲这个地方 现在也是这个 它海边也不会太冷 而且夏天是绝对不太热的 所以这个它更适合电动车应该 西班牙整体我觉得 我的体会就是它文化更鲜中国人 就从辐射啊 这个各个方面习惯 跟中国还更进行 还有吃的东西 我觉得欧洲这么多国家 西班牙意大利吃的东西 跟我们相对比较接近 既然说到吃今天天气又这么好 我们又到了这个老城区 不如朱总我们找一个地方坐下来 可以享受一下这边的阳光 我们去体验一下 这个西班牙街头的咖啡吧 咖啡馆 好 我们坐下来 这个很典型的 这边欧洲人就往这马路边一坐 对 刚刚我们在巴黎车展上碰了面 您在台上 我在台下看着你 但我觉得你当时在台上 那个状态跟我们上一次车展不一样 上一次在海外车展 我当时也过来了 也看到你在 是木里黑车展是吧 对 就去年9月份 对对对 但是这回在巴黎车展上 我感觉你们包括从展台 到你们整个是吧 包括唐总也都上台了 整个气势不一样 对不对 你自己的心情是不是也不一样 对对对 因为我们从这个展台上 我们看就是我们的整个 固执是吧 整个设计 我觉得我们就更加的 融入了本地化 因为我们整个marketing团队 就是都在本地 就是这个领跑国际 所以呢就是更加的就是落地 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 我们那个发布会 那是人山人海 应该是就是说 本次车展 就是这个海外媒体 到场就是最多的一个发布会 因为在我们之前那个 9点左右 就是那个宝马的那个发布会 它的整个展台的这个媒体 也只有我们的一半 所以呢就也充分说明 就是大家就是对这个领跑 就是说这个进入这个 欧洲市长的重视程度 包括我们前天在酒庄 那个酒庄的老板 这个他一听说 就是说是中国的这个 新年汽车 他说现在是所有这个法国人 都在议论这件事情 他们说难来啦 这个这个中国车企 开始要进入这个 他们的这个最重要的 这个一个工业阵地嘛 就是汽车是吧 所以呢也充分说明 就是说这个中国车企 在新年汽车这个 发明了这个竞争力 当然从我自己个人来说 也是非常的 觉得是一种很骄傲的事情 我刚才在接你之前啊 我就说到 我说瓦伦西亚这个地方 对领跑来讲 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这个意义必须是由你来讲 给我们说说这个故事 是这个今天来到这个瓦伦西亚 确实是非常的兴奋 九年前这个来西班牙旅游 也是在瓦伦西亚这个城市 看到了一辆这个雷诺 就Trissey的这个电动车 雷诺Trissey 我知道 对对对 那个时候的想法 其实我还不了解 我们中国整个国家 已经在启动轰轰烈烈的 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战略 只是说这个通过这个 看到这个Trissey这辆小车 我们在国内如果去造同类大小的车 去替代那个电动自行车的话 应该很有市场 因为中国有几亿的 这个这种电动车用户 所以去替代它 我们觉得这个市场非常大 可行性也很好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西班牙 这个就我跟我的朋友就约定好 我们回去要成立一家公司 我们要做电动车 但是当时的你其实还在做 大华那边 就是完全跟车是没有任何关系 是吧 你当时就根本就是 主业是和汽车完全无关 对对对 当然就是说 当初我们也是这个 因为大华就是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 已经成为安房产业的全球第二 这个而且整个安房产业的蛋糕 它就1000个亿 就那么大 是吧 这个最多的上升空间 我们已经就是做到了 那个时候已经做到了200到300亿 这样的一个规模 上升空间也很难 所以也在看一些就是这种消费类更大 这个空间的这种这个产品 这个当然这个我也跟很多朋友说 10年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想过造手机 是吧 那时候小米也刚刚开始 但后来就是觉得这个还是难度有点大 这我放弃了那我们觉得就是这个电动车这个领域还是刚开始还是很有前景 这能不能理解成其实当时你原先那个事业已经在顶峰了 然后你都已经在玩的过程中是吧 然后是不是人也财富自由了 然后也比较心也比较放空了 然后就就开始找新的机会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有找新的机会的成分人类 你不然也不可能说这个凭空 你看到一个东西就马上想去 是吧 但只是说这个机会点很好 那你们看到那个车之后呢 回来干了啥 回来的时候就是 那我们马上就想成立公司是吧 物色团队就开始造车 那当然开始想造的是这个那种两座四座 就这种类似于K卡雷诺的Trizi这种的小车 送小孩上下学的那种 解决代步问题的这个小电动车 对 那也很有意思啊 那种车 对 做出来了吗 当初就第一个项目 就是这个我们就包含就是这个两座和四座这个小车 那四座就是现在已经面试的已经卖了十几万辆的这个T03 这个原来是想做低速的这种两座的车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政策不允许 所以后来就没做下去 你们坐这个车当时难吗 手搓的还是 因为我知道您是很厉害的啊 您是工程师出身 然后您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自己去弄这个彩色电视机啊 什么时候我看过一些您的 所以您是动手能力超强的 一个呢动手能力我是这个比较这个是比较强 但关键就是我很喜欢 所以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我对气车是一条不同 那首先就是这个9月份我们公司刚成立以后 我就开始要招人 那通过一个月的时间呢就是面试这个所有的这个团这个这个跟车相关的人 那就逐步就了解了就是比如说底盘啊内卫士啊车身啊各个专业的分工是吧 以及就是它的能力的要求 所以呢通过这个一个月招聘那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心理员汽车需要的关键的这个这些团队的成员 包括了这个传统的底盘车身内卫士总部子 还有就是这个电池电驱 那因为电池方面是我自己最擅长的 所以呢就直接从这个大华的这个团队里面就选取几个人 那包括这个我们的工业设计造型啊因为原来我们的工业设计在大华做的也不错 所以呢我就把这个现在的潮力啊余苏月他们就是直接就这个从大华就挪进来就是做整个的工业造型的设计 对 所以人其实你们是有的 对 是吧 想法也有的 然后其实当时行业最需要的钱你们也有 钱呢就是说不能说这个全员 只是说那个时候就是说不知道就是造车需要这么多钱 那后来造车后面觉得钱不够 钱还真不够 但是你们这么一听你们这个故事就是其实是底子起步的底气还是很足的 不像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因为领跑我是最早应该是最早去试你们出来的第一个车那个小轿跑 是吧 S01 对 我是最早去试的 我当时你们厂厂还没有 我就去那个长江 之前那个厂去试在一个试车厂是吧 如果从那个时候看很多人肯定会觉得这什么小厂是吧 做了一个很小的东西也不知道背景 我觉得那个时候特别像我们浙江的企业就那个吉利的美人豹是吧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还真 哎呀 后来想想不对是吧 这个这个好像跟他走一个路是吧 像不像啊 我当时就是觉得这是得多有想法 第一多有想法的人 第二得多有底气的人才会说造车第一个车造一个这样的车 是吧 这个车绝对是比较任性的 肯定是是不是任性 你们当时 当初呢这个主要是对这个行业不了解 所以就是无知者无畏 那就可以是吧 就这个一个呢也不知道这个行业 第二个呢就是也不知道这个这个产品的需求 是吧 这个所以呢就就我们一般人就是拍脑袋一拍 所以我当时试那个车讲真 我当时觉得有些驾驶感啊底盘这些东西还不错的 他只是说作为一个产品 他的产品魅力上好像缺了个产品经理 缺了给他定义的 因为我们那里还真没一个产品规划的人 更多我招的都是跟技术相关 这个基础的这个整车的技术 这个还有就是电子电区三电的这个技术 这些这些团队 没有招这个产品规划的团队 所以这个是主要原因 无知者无畏嘛 然后就是也没有原来的框框 所以我们整个车的电子电器架构 很多的一些这个创新的技术 那都是在那个时候别人都还没有的 我们就直接就用上了 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动力总成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八合一的动力总成 就是把原来的发动机拿掉 就整个就是整个八合一放进去 就是一个车了 它包含了这个电机 减速机 这个控制器 高压配电和OBC DC DC都合在里面 那个时候就是它机身度就已经是最高的了 我听您讲这些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一个是看着 看着您讲这些东西 就是很自然讲出来 对 是吧 因为你本身就是做工程师 也是我自己串也是我想的 对 对 还有一点就是领跑厉害 就是这些东西全部是自己做的 对 是吧 当时我们早期只有 你们只有一两款车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在想 这个厂家什么都说要自己做 对 会不会就是说什么做 什么都做不好 对 你要做那么多东西需要很多资源 但实际上这个就是跟您的基因就是相通的 所以我就有时候在想 有些品牌你看它做什么 不能只看它表面产品的东西 你得看看创始人的基因决定了这个品牌会选什么路线 是吧 对 然后恰恰就是因为你们所有东西都自己做 所以往后大家对你的价值的认同法会更高 我有一个很深刻 你刚才说S01想到美人包 其实我个人最受打动的是 我后来去你们新的工厂试411的时候 一个是411这台车本身 它的设计它的用料是很顶的 第二个是我看你们全新头的工厂 我记得很清楚你去的时候 你还把它升线机抬起来 对 把这个底盘下面全看了一遍 对 我当时很深刻的感受就是 我说你看这种就是优秀民企的老板 就是车可能都还没开始卖 但是大几十亿的这个工厂什么先建起来 对 是吧 这就是实打实一看这个你们建这个东西 就是我要好好干这个事情 真正要把它做成 对 这个我们已经打好了很多基础 就我们的技术基础 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满意的就是 现在是打得最好 这个是现在看 好像就像今天天气一样 这么晴朗了 有没有什么至暗时刻在这个过程的时候 您指的是这个我们整个创业 这个做领跑过程 对 那有好多次 你比如说这个19年这个疫情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新元汽车是一个低潮 就量也没有可能达到 尤其整个行业就是都没有起来 那前期投入都很大 这个包括像这个宾哥是吧 这个蔚来 那个时候股价都掉到了一块钱 对 是吧 就是一个至暗时刻 那么外部的投资也没有 那我们也研究说 刚好是这个S0134 销量没有起来 这个然后呢 这个占上的钱也几乎也没了 是不是 S0134就已经把你钱都已经要没了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才融资了一点点嘛 我们融资领跑是用的钱是最少的嘛 所以你说造车有多少钱啊 就造第一个车就把你们这么深厚的家底就已经 我觉得就是我这辈子可能唯一就是坐立不安的就是 那一次是真坐立不安 对 而且那时候也本来想来这个希腊旅游 结果这个途中根本就是没有心事 结果把这个航班都搞错了 这个白跑了一趟 当然会是就是好事 我们提早回国了 不然的话疫情爆发了就回不去了 所以那段时间是最焦虑 但是呢也是通过这个疫情在家里 闭门思过就是说这个想了一个月 刚好有这个机会有时间 可以待在家里也不允许出去是吧 这个这个在一个月以后 那我觉得通过这段时间的思考 以及下一步该怎么做 那也让我就是坚定了信心 就疫情还没结束 我就跑回到公司我就去看 怎么样缩减成本 怎么样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就是这个继续开始 那那当然也是 还有就是说刚刚钱的问题 那也就是那个时候融资很困难 那我就我跟副总两个人 先这个我在没有融到钱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自己口袋里钱掏出来 给大家先发工资 先满足这个公司的需要 对 对大家我觉得成功的企业家 都有这个过程了 就都是要到某个时刻 都得自己掏钱出来发工资 我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这个难免的创业肯定是难免的 创业的人特别懂这个东西 对就说回疫情 那你在想后来肯定是有几个关键的 你觉得是做对了的决定是吧 首先呢就是说 因为原来我们是这个 C11和这个T03的同步在开发 那我们就是说 先把C11稍微暂停一下 不投资 先我们聚焦 先把这个T03 把这个销量做起来 先发布这个T03快速的上市 同时呢就如何 这个T03就去建本 就是说希望我们的产品 因为当初就是每一家这个车企 都是亏着前卖 努力让它少亏点 是吧 让这个产品的竞争力提升 通过合理的定价 所以我们T03从7月份开始上市 后面还是比较成功的 那然后到C11 包括C01 是吧 这两个车我们都买了 我们都很熟悉 这两个车其实 应该说是一个敲门砖 是吧 做高端 然后到今天我们再看410 416这么成功 T03是让我们先建立的信心 觉得领跑可以卖到一万台 可以就是说车是吧 是证明是OK的 然后C11是一个 我觉得是我们就是说 让领跑建立一个品牌的一个高度 同时呢就是这个 也进一步证明这个领跑的能力 就不仅仅只是一个 大家这个老是诟病说 这个新能源车 其实都只是说一个老头乐 这个小车那通过我们这款中型的SUV 我们的绝对的满配 我们的这个绝对的这种性能的优势 是吧 这个包括智能化的优势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C11是让领跑 完全就让大家改变这种认识 能够就是说提升它的品牌 这个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 而且我觉得我们非常成功一点 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成功的一个定价 开始的时候可以吃优惠两万 每个月减两千就是 慢慢再调回去 慢慢调回去 就你今天买你就赚了 下一个月买你就是要跪两千 后面这是跪两千 那你这是跟一般人反着来的 对对对对 一般车都会先上市慢慢越来越便宜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因为呢很有吸引力 那么好的这个从外观 内饰设计质感都是很不错 而且就是说这个配置也非常高 这样的一款车以那个价格面是 这个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是吧 所以呢通过这个销量起来 那我们领跑的品牌慢慢就是说 就有了更好的提升 领跑车区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便宜 就是你觉得这是一种体系力量呢 还是说成成就是我愿意割肉 愿意给大家多让利这样子 我觉得两个都有 就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以这个领跑自己的最大的能力 就是说一个是这个全域制衍 第二个是技术创新 就是两个事情 那全域制衍就是说 我更多的零部件是自己研发 自己制造 那至少就是说这个差价 就是原来这些供应商所有的毛利 那我都吸收了是吧 都可以让利给我们的用户了 第二个就是技术创新 那就是通过一些方案优化创新 就是说这个性能还提升 但是成本进一步下降 就比如说我们用这个8295 又做座餐又做智能ADAS 然后呢还用它来做这个 这个DSP来做这个调音是吧 做这个360度的环式 还做这个自动泊车等等 就是一颗芯片搞定 那这些就是通过这些技术创新 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成本优势更明显 特别是随着我们现在规模的扩大 那我们的这个规模的优势 那么自然自自又更加体现出来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整个定价 我们也是跟别人的思路是不一样 不是说就是说 我是根据我的车的豪华程度 这个或者我这个是要做高端的 我就说我要更高的毛利 而是说我无论是高端和低端 我的毛利保持是一样的 我们的希望就是说 能够用户能买到更高配置 更优品质好而不贵的产品 这个是我们从创业开始 包括以后未来都是 就是始终就是坚持这样的原则 你觉得这两个会不会矛盾 其实一头是我想做个很酷的 用技术用很好的产品 一头是做一个确实很能走量的 价格很亲民的车 这两个会有矛盾吗 会有取舍吗 这个肯定有矛盾 那我觉得在现阶段 临袍就是更适合就是说 这个要走量的 要大众化的 这个以家庭为主的这样的产品 这是我们既然从这个做了S01 这个犯了一些错误以后 这个现在纠正纠偏回来的话 我们都是做这个大众化的 那就说回来像这个Sedentist 他们这个事情 对于您整个领袍的创业来讲 它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领袍上市的时候 就是22年9月份 那个时候也是这个 整个全球就是对这个资本 撤离中国 所以呢就是我们上市的时候 本来我们要目标要融资100个亿 其实结果最终就是有50个亿 这个所以没有达成预期 这个时候就是对这个资金的需求 因为领袍就是这个大规模的投入 多车型的投入 这个时候需要很多资金 这个时候金融资本 投资新年软汽车 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意愿 所以呢我当初就觉得 只有通过产业资本 才可能就是说这个有这种互相的这种这个结合 能够一加一大二的 对方也是对这个新年软汽车有这种渴望 需要去这个找合作伙伴能够发展的更快 对他进行这个互补的这样的企业 能不能透露一下是谁撩的谁先 那实际上就是通过我的一个同学 我高金的一个同学 因为他就是跟他一起合作的合作伙伴 就是这个融资这一块的负责的第三方银行 所以就是通过他就是介绍 我们先第一步就是说 问我们有没有兴趣 那我们觉得有兴趣 那当然我也提前也跟他们都做了 这个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合作 这个然后就开始时间很快 我们这个记得很清楚就是元宵节 去年的元宵节那一天开始谈 然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把签证签出来 我就来法国就是这样的这个谈委室 所以可能表面上大家会很容易有个故事情节 觉得比如说Stanity在想要找一个中国的电车合作 是吧 搞一圈 看完一圈 选了领跑 这是一种故事情节 还有一种就觉得领跑很缺钱 不行了 赶紧找一棵大树 来抱一下这个大树的这个树杆 但实际上两者都不是 对 其实双方都有这种契合量 都有这种需求 对 然后双方也都是在寻找这样的标的去合作 对 实际上今天一切水落石出之后一看 其实你们是非常匹配的 就目前看来我觉得是非常匹配 这个不是说一个奉承或者客套 我自己看一下来 尤其身在欧洲 在这回也会去看几个你们经销商这些 是很匹配 因为对Stanity来讲 他们也是一个非常注重 效率 成本 成本和这个盈利性的公司 对 它也确实需要找一个 所有的技术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很多伙伴 这样确实是更稳妥的 是吧 然后对你们来讲 确实这一波这么多中国车企出海 好像目前你们这个方法是效率最高的 对 目前从已经开出的晚点数来看 可能林炮就是目前是真正在本地化去开店 去做经销商管理 这样的车企的话 可能原来走得比较早的就是明觉 它是在欧洲经销网络比较多 其他的可能更多以贸易型或者总代 或者经销商为主的这种模式 而我们这个基本上就是 类同于在国内我们进行产品推广 做品牌 做市场宣传 然后找建这种经销商网络 建服务体系 就是真正去落地 深耕地去建立海外的销售体系 我觉得目前应该林炮 是在新年轻车局内走得最前面 跟他们合作之后 有没有一种突然整个业务被打开了 插上翅膀的那种感觉 我们现在看就是速度是惊人的快 我们到现在我们已经开出100多个 马上到11月底就是200个晚点 到今年年底 在欧洲都要开出300个晚点 明天我们也会去看我们在西班牙 我们今天来西班牙 看西班牙的我们的整个晚点 现在海外和国内占您的工作比重是怎么样 主要是专注在国内 因为海外我们就说 林炮端的主要的目标任务是 准备好产品 准备好我们的零配件 做产品规划和产品的设计 制造当然也还有一些本地化 我的经历在市场和销售端 更多集中在国内市场 那国内市场我觉得林炮通过这些年的 就跟原来我们产品的规划一样 不断地摸索是吧 也从无知 从一个门外汉慢慢成长为 建立这个林炮现在的整个销售网络 整个市场推广体系服务体系 我觉得也已经就出具规模 林炮确实是最近这几个月 过去这几个月 新势力里头一个非常明显的 在一直在往上的 你们这个月应该是做三看二了 对吧 新势力的交付数 这个不一定 但我们自己的肯定就是说销量 我们的订单 我们的交付还是会不断地往上增长 对 如果从走心一点说 你觉得其实造车有这么多人在造 是吧 林炮的 你觉得你想给予林炮的事业的价值是什么 或者你个人想在造车这件事情上 总不能反正你都已经又是财富自由了 那你还在追求什么呢 这个真正的你想追求达到那个目标是什么 我们去看各行各业 中国已经做的都很优秀 都很不错了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汽车 可能这个在十年前 这个对中国人来说还不敢去想说 能够做到今天这个水平 是吧 能够就是也能够有突破 真正就是说这个能够这个往全球化走 然后作为一个造车的这个大国 因为中国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 是吧 那么我觉得完全是有机会 有那么好的工业基础 有那么大的市场的这个本地化的需求 也同样可以成为就是全球就是number one 那从今天来看 可能现在还在过程当中 但是已经不远 因为我看数据就说上个月 我们已经就是达到百分之快70了 就是这个中国这个自主品牌在中国的这个汽车的销售 销量占比 是吧 已经就是说这个越来越接近就是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 这个匹配的就是在汽车产业 对 所以你要在这个大的风口里头你要在里面做想做最大的 我希望就是说有这个机会就是说去去分享这个红利 或者说去见证就是这个能够在这个汽车这个领域 中国也能够就是说崛起 就是要身在其中做一个参与者一起玩 因为原来就是说做安房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开始说显现就是说 我们可以就是这个安房领域我们做到全球第二 是吧 这个安房领域我们能够做到就是说海康和大花 能够占到百分之五十多六十的全球的份额 是吧 这个而且就是说在别的领域 我们很多领域都做到了就是这个类似于安房这样的产业 那汽车我认为就是这个也一定是可以做到 所以朱总其实那种见过高山 然后现在是目标放在下一个更高的山的那种状态 确实你必须就是说见过高山 才可能就是说你的格局你的眼界才会更高 我除了这个经历这个大华 从创业从零开始到做到全球第二过程 那我也去这个有限就去摩托罗拉三年 这个08年进入摩托罗拉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手机还是全球第二 仅次于诺基亚 那个时候是想追赶诺基亚 这个那个最薄的手机 他那个时候就是想扩大份额 就是拼命见价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他还是这个手机的第二 08年 然后那进入摩托罗拉我觉得也给我很多的感受 就是说他毕竟是这个全球的500千 而且是就是说这个电子原来是全球第一的嘛 电子它是最大的电子行业是吧 这个也给我很多的觉得这种扩大眼界是吧 增长支持增长见识的过程 对 我觉得我作为自己创业的我也挺羡慕 就是要真的要一步一步 你要积累自己的资源是吧 你要把自己的目标一步一步的提高 然后这种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你本身又是做产品 又是做工程出身 所以这种基因是永远不会丢的 就是其实每一个企业你看它的发展 你都觉得好像是有好像是你觉得他他就是有钱 或者说他就是有机遇 但实际上到最终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是创始人的那个基因 会在你每一个决策里头去有关键的作用 对就因为确实我造车的时候我已经财富自由 我没有这个说我要去赚钱的这个 那所以说我给这个领跑车的这个商业模式 我也是希望就是说 我们始终说就是我们以成本定价 我就是说希望就是普惠能够豪华平权 能够让所有人都开上好车 就是大家就是相差不大 而不是说我这个是豪华的 我这个要加个10万块钱 我要高很高的毛利是吧 我只是说大家都可以就是适当的加点钱 就可能可以显示到就是更高的这个性能 是吧 所以说买这个领跑的车 你就放心就是一定是物超所值 一定是就是不会交自三税 你这个我们以成本定价 哪怕是最高配的 那你就说你买的都是真正 这个你的这个配置 你买的是真正就是你的显瘦 就是不会说啊我买的这个车贵了 这个说法如果凭空说可能大家觉得是口号 但是你把它套到现在的产品去看 是吧 确实是确实是这样 包括这回我在欧洲厅里面欧洲发布会 看欧洲经销商他们也经常讲到一个 是叫Accessible Accessible就是你可以很容易得到的 不是一个很高高在上的东西 挺有意思 对咖啡也喝差不多了 对要不我们又继续开车去转一转 好谢谢 对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 你要带我去看看这里的经销商经销店 是吧 好 我们去看一下瓦伦西亚的经销店 好 朱总开上你自己的410 已经走在这个欧洲街道上了 什么心情 是确实这个非常激动 也这个觉得比较有这个成就感吧 那首先这个瓦伦西亚 是我自己想造车的地方 然后今天的车 我自己造的车 在这个瓦伦西亚的这个大街小线在开 是吧 这个而且就是等会我们还可以 这个去我们的这个经销商门店 看到我们的这个展厅 我想这个确实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是意义不一样 就现在这个车不只是能开起来 而且还有地方去卖它 是买得到的车 您现在在欧洲 应该他们也不让你在这里开车了吧 都是给你管接送是吧 你觉得像410这样的车 走在这种西班牙 这个算是城区道路 应该算是大车的 不是刚才的老城区的 这是正常的行车道了 我自己感觉这个车放在这里 都还显大 是是是 我们这个所以 现在就是这个从跟三车合作以后 我们在产品做了这个全面的规划 接下来我们会投放4款车 就分别就是这个类似于国内的 叫做A级和A0级 那我们这个前天 我们在法国这个巴黎车展上 展出了我们B平台的首款车 B10 对那一款车我们在国内的话 是明年4月份上市 这个在海外的话 大概会在三季度 在欧洲上市 这么久 还有明年三季度 对 那他们还要口水一阵子 那个车明显比这个410会更适合 在欧洲这里开 但它前面整个感觉是并没有说什么落差 它只是说屁股短一点 对 好开一点 因为对于这些 你看欧洲的路度是 这个已经不算小路了 但也还是很拥挤 所以这个为了这个很好的驾程感的话 还是需要小一号的车 这家店你也没来过是吧 对 第一次 那就是来暗访 欧洲现在有好多你的店了 你接下来来欧洲的话 其实每个城市你都可以去打个点 对 现在咱们的店都是直接是有门面的 可以看看那个大logo在哪 哦 我看到了 菲亚特的标 然后阿巴斯 阿法罗密欧在前面 这种 什么感觉 我们总算是吧 实际上9年的梦想 把这个车都卖到西方亚来了 而且这一条街过来是吧 各种品牌 然后有一个我们自己的门头是吧 对 还是很有意义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接下来你应该在欧洲会到访很多这样的你们的店 所以我知道您在这边还有安排 他们都在等着见您 你看这边的兄弟姐妹们都在等着见您 所以您去忙好吧 谢谢朱总 然后我看到这一部我也觉得挺激动的 说实话 谢谢 希望你们在欧洲也在全世界也越来越好 一定 我们争取投证 好 谢谢朱总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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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